广告点击,永续经营 第一条,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,依本法之规定 第二条,审计之权如佐 一,监督预算之执行 二,核定收之命令 三,审核财务收之,审定决算 四,稽查财务及财政上之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 五,考核财务效能 六,核定财务责任 七,其他依法律应刑办理之审计事项 第三条,审计职权,由审计机关行使之 第四条,中央各机关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,由审计部办理,其在各省,市,地方者,得指定就近审计处,市,办理之 第五条,各省,市,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,由各该省,市,审计处办理之 各县,市,政府及其所属机关财务之审计,由各该县,市,着涉审计事办理之 第六条,特种公务机关,公有营业机关,公有事业机关财务之审计,由各该组之范围审计处,市,办理之 第七条,位设审计处,市,者,其财务之审计,由各该管审计机关办理,或指定就近审计处,市,监理之 第八条,审计机关对于审计事物,为办理之便利,得委托其他审计机关办理,其决定应通知原委托机关 第九条,审计机关对于审计上涉及特殊技术及监视,鉴定等事项,得咨询其他机关,团体或专门计数人员,或委托办理 其结果仍由原委托之审计机关决定之 第十条,审计人员依法独立行使其审计职权,不受干涉 第十一条,审计机关处理重要审计案件,再不以审计会议,再处,使,以审和会议决一行之 前项会议规则,由审计不定之 第十二条,审计机关应经常或临时派员赴各机关就地办理审计事务,其为就地办理者,得通知其送审,并得派员抽查之 第十三条,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一切收支及财务,得随时机查之 第十四条,审计人员为行使职权,向各机关查阅不及,凭证或其他文件,或检查现金,财务时,各该主管人员不得隐匿或拒绝,欲有疑问,或需要有关资料,并应违详时之答复或提供之 如有违背前项规定,审计人员应将其40报告该管审计机关,通知各该机关长官予以处分,或呈请监察院合办 第十五条,审计机关为行使职权,得派员持审计不及查证,向有关之公司团体或个人查询,或调阅不及,凭证或其他文件,各该负责人不得隐匿或拒绝,欲有疑问,并应违详时之答复 第十六条,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行使前二条之职权,对于询问事项,得作成笔录,由授寻人签名或盖章,必要时,得临时封锁各项有关部级,凭证或其他文件,并不及其他文件。 第十七条,审计人员发觉各机关人员有财务上不法或不忠于职务上之行为,应报告该管审计机关,通知各该机关长官处分之,并得由审计机关报请监察院依法处理,其涉及刑事者,应移送法院办理,并报告于监察院。 第十八条,审计人员对于前条情势,认为有紧急处分之必要,应立即报告该管审计机关,通知该机关长官从速执行之。 该机关长官接到前项通知,不为紧急处分时,应连代负责。 第十九条,第十四条第二项,第十七条,第十八条及第七十八条所举情势,应负责者为机关长官时,审计机关应通知其上级机关执行处分。 第二十条,对于审计机关通知处分之案件,各机关有严压或处分不当情势,审计机关应查询之,各机关应为负责之答复。 审计机关对各机关不负负负负,或对其负负责为不当时,得由审计部呈请监察院合办。 第二十一条,审计机关或审计人员,对于各机关违背预算或有关法令之不当支出,得事前拒签或事后剔除追缴之。 第22条,审计机关处理审计案件,应将审计结果,分别发给核准通知或审核通知于被审核机关。 第23条,各机关接得审计机关之审核通知,除决算之审核依决算法规定外,应于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申附,由审计机关予以决定,其余限者,审计机关得进行决定。 第24条,各机关对于审计机关前条之决定不符时,除决算之审核依决算法之规定办理外,得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,申请复议,其余其者,审计机关不予复议。 申请复议,以一次为限。 第25条,各机关对于审计机关进行决定案件之审请复议或审核通知之身负,应特别事故未能依照前二条锁定期限办理时,得于县内申续40,请与斩棋。 前项斩棋,由审计机关定之,并以一次为限。 第26条,审计机关对于重大审计案件之审查,必要时得通知被审核机关派员说明,并答复询问。 第27条,审计机关对于审查玩具案件,自决定之日起2年内发现其中有错误、遗漏、重复等情势,得为再审查,若发现诈尾之证据,10年内仍得为再审查。 第28条,审计机关因前调为再审查之结果,如遍根源决定者,其已发之核准通知及审定书,施其效力,并应献其搅消。 第29条,审计机关如因被审核机关之负责人员之行踪不明,至案件无法清洁时,除通知其主管机关负责茶锥外,得摘要公告,并将负责人员姓名通知权序机关,在未清洁前,停止续用。 第30条,各机关有关财务资组织,由审计机关派员参加者,其决议事项,审计机关不受拘束。 但以审计机关参加人对该决议程表示异议者为限。 第31条,各机关会计制度及有关内部审核规章,应会商该管审计机关后使得核定施行,便跟时一同,其有令行订定业务减合或绩效考核办法者,应通知审计机关。 第32条,各机关长官或其授权贴签人及主办会计人员,签证各项支出,对于审计有关法令,欲有一议或征职时,得以书面向该管审计机关咨询,审计机关应解释之。 前项解释,得公告之。 第33条,政府发行债券或借款,应由主管机关将发行条例或借款契约等送该管审计机关被查,如有变更,应随时通知审计机关。 第34条,政府于会计年度结束后,应编制总决算,送审计机关审核。 中央政府年度总决算,应由审计部于行政院提出后三个月内完成其审核,并提出审核报告于立法院。 立法院,监察院或两院中之各委员会,审议前项报告,如有咨询或需要有关审核之资料,审计长应答复或提供之。 地方政府年度总决算之边审计审核,准用前列各项规定。 第二章,公务审计。 第三十五条,各机关以核定之分配预算,连同施政计划及其实施计划,应一线送审计机关,便跟时一同。 前项分配预算,如与法定预算或有关法令不符者,应纠正之。 第三十六条,各机关或各种基金,应一会计法及会计制度之规定,编制会计报告连同相关资讯档案,一线送该管审计机关审核,审计机关并得通知其检送原始凭证或有关资料。 第三十七条,审计机关对于公库及各地区支付机构经管事务,得随时派员抽查。 第三十八条,删除。 第三十九条,删除。 第四十条,审计机关派员付征收机关办理付税捐费审计事务,如发现有计算错误或违法情势,得通知该管机关查明,依法处理。 第四十一条,审计机关派员付各机关就地办理审计事务,应平和其相关内部控制建立及执行之有效程度,决定其审核之想检范围。 第四十二条,审计人员就地办理各机关审计事务时,得通知该机关,将各项报表送审计人员查核,该审计人员对其不及得随时检查,并与有关凭证及现金、财务等核对。 第四十三条,审计人员就地办理各机关审计事务,应将审核结果,报由该管审计机关核定之。 第四十四条,删除 第四十五条,各机关于会计年度结束后,应编制年度决算,送审计机关审核,审计机关审订后,应发给审订书。 第四十六条,各机关应送之快计报告,不依规定期限送审者,审计机关应与催告,经催告后,仍不送审者,得依第十七条规定办理。 第三章,公有营业及公有事业审计 第四十七条,应经审计机关审核之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如左。 一,政府独资经营者 二,政府与人民合资经营,政府资本超过百分之五十者。 三,由前二款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转投资于其他事业,其转投资之资本,额超过该事业资本百分之五十者。 第四十八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财务之审计,除以本法及有关法令规定办理外,并得适用一般企业审计之原则。 第四十九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之营业或事业计划及预算,即分歧实施计划,收支估计表,会计月报,应宋审计机关。 第五十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应编制结算表,年度决算表,宋审计机关审核。 第五十一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之盈亏,以审计机关审订数为准。 第五十二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盈亏播补,应依法定程序办理,其不依规定者,审计机关应修正之。 第五十三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,依照法令规定,违固定资产之重估价时,应将有关记录,宋审计机关审核。 第五十四条,公有营业及事业审计,并使用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,第四十五条及第四十六条之规定。 第五十五条,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之现金、票据、证券及其他一切财务之管理,运用及其有关事项,得调查之,认为不当者,得随时提出意见于各该机关。 第五十六条,各机关对于所经管之不动产、物品或其他财产之增减、保管、移转、处理等事物,应按会计法及其他有关法令之规定,编制有关财务会计报告,一线送审计机关审核,审计机关并得派员查核。 第五十七条,各机关对于所经管之财务,依照规定使用年限,以达报废程度时,必须报废,其在一定金额以上者,应报审计机关查核,在一定金额以上不能利用支费品,及以借保管年限之会计凭证,不及,报表等。 依照法令规定可与销毁时,应征得审计机关同意后为之。 第五十八条,各机关经管现金、票据、证券、财务或其他资产,如有遗失、毁损,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损失者,应检同有关证件,报审计机关审核。 第五十九条,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采购之规划,设计、招标、履约、验收及其他相关作业,得随时机查之,发现有不合法定程序,或与契约,张则不服,或有不当者,应通知有关机关处理。 各机关对于审计机关之机查,应提供有关资料。 第六十条,各机关营善工程及定制财务,其价格之议定,系根据特定条件,按所需实际成本加利润计算者,应于合约内定名,审计机关得派原就承揽厂商实际成本之有关账目,加以查核,并将结果通知主办机关。 第六十一条,经管债券机关,于债券抽签还本及销毁时,应通知审计机关。 第五章,考核财务效能。 第六十二条,各主管机关应将逐级考核各机关按月或分期实施计划之完成进度,收入,与经费之实际收支状况,随时通知审计机关。 第六十三条,公务机关边送快计报告及年度决算时,应就计划及预算执行情形,附送绩效报告于审计机关,其有工作衡量单位者,应附送成本分析之报告,并说明之。 第六十四条,各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边送结算表及年度决算表时,应付业务报告,其适用成本会计者,应付成本分析报告,并说明之。 第六十五条,审计机关办理公务机关审计事务,应注意佐列事项。 一,业务,财务,会计,事务之处理程序及其有关法令。 二,各项计划实施进度,收支预算执行经过及其绩效。 三,财产运用有效程度及现金,财务之盘查。 四,应收,应付账款及其他资产,负债之查证核对。 五,以上各款应行改进事项。 第六十六条,审计机关办理公有营业及事业机关审计事务,除依前条有关规定办理外,并应注意佐列事项。 一,资产,负债及损益计算之详实。 二,资金之来源及运用。 三,重大建设施业之兴建效能。 四,各项成本,费用及营业收支增减之原因。 五,营业胜衰之趋势。 六,财务状况及经营效能。 第六十七条,审计机关审核各机关或各基金决算,应注意佐列事项。 一,违法失职或不当情势之有无。 二,预算数之超过或胜余。 三,失正计划,事业计划或营业计划已成与未成之程度。 四,经济与不经济之程度。 五,失正效能,事业效能,或营业效能之程度及与同类机关或基金之比,较。 六,其他与决算有关事项。 第六十八条,审计机关审核中央政府总决算,应注意佐列事项。 一,岁入,岁出是否与预算相符,如不相符,其不符之原因。 二,岁入,岁出是否与国民经济能力及其发展相适应。 四,岁入,岁出是否与国家施政方针相适应。 五,各方所拟关于岁入,岁出应行改善之意见。 前项所列应行注意事项,于审核地方政府总决算准用之。 第六十九条,审计机关考核各机关之绩效,如认为有未尽职责或效能过低者,除通知其上级机关长官外,并应报告监察院,其由于制度规章缺失或设施不良者,应提出建议改善意见于各该机关。 前项考核,如认为有可提升效能或增进公共利益者,应提出建议以见于各该机关或有关机关。 审计机关发现有影响各机关施政或影,是,业效能之前在风险事项,得提出预警性意见于各该机关或有关机关,妥为因应。 第七十条,审计机关于政府编拟年度概算前,应提供审和以前年度预算执行之有关资料及建议意见。 第六章,核定财务责任。 第七十一条,各机关人员对于财务上行为应付之责任,非经审计机关审查决定,不得解除。 第七十二条,第五十八条所列情势,经审计机关查明未尽善良管理人应有之注意时,该机关长官及主管人员应付损害赔偿之责。 第七十三条,由数人共同经管之遗失,毁损或损失案件,不能确定其中属为未尽善良管理人应有之注意或故意或重大过失时,各该经管人员应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,造诣人士为共同行为人。 第七十四条,经审计机关决定应剔除或缴还之款项。 其未能一线悉数追还时,如查明该机关长官或其授权贷签人及主办会计人员,对于签证该项之初有故意或过失者,应连代付损害赔偿责任。 第七十五条,各机关主办及经办出纳人员签发支票或几付现金,如查明有超过核准人员核准数额,货物负债权人者,应付损害赔偿责任。 支票之经主办会计人员及主管长官或其授权贷签人和签者,如前项人员未能一线悉数赔偿时,应连代付损害赔偿责任。 公库地区支付机构签发公库支票,准用前二项规定。 第七十六条,审计机关审核各机关会计部及或报告,如发现所载事项与原始凭证不符,致使公款遭受损害者,该主办及经办会计人员应付损害赔偿责任。 第七十七条,审计机关对于各机关剔除、缴还或赔偿之款项或不当事项,如经查明复议或在审查,由左列情势之一者,得审着其情节,免除各该负责人员一部或全部之损害赔偿责任,或予以纠正之处置。 一,非由于故意,重大过失或舞弊之情势,经查明属施者。 二,支出之结果,经查确实获得相当价值之财物,或显然可计算之利益,者。 第七十八条,审计机关决定剔除、缴还或赔偿之案件,应通知该负责机关之长官献其追缴,并通知公库、公有营业或公有事业主管机关,与其,该负责机关长官应及移送法院强制执行,追缴后,应报告审计机关查核。 前项负责机关之长官,连反前项规定,延误追缴,至公款遭受损失者,应付损害赔偿之责,由公库、公有营业或公有事业主管机关,依法速追,并报告审计机关查核。 第七章,负责。 第七十九条,审计机关对于公司合营之事业,即受公款补助之私人团体应行审计事务,得参照本法之规定之行之。 第八十条,关于审计之各种章则及书表格式,由审计部定之。 第八十一条,本法施行细则,由审计部拟定,呈请监察院和定之。 第八十二条,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本法修正条文第五十九条,施行日期,由审计部定之。